大家好,我是Mass,有点犀利有点说的Black 上前说呢,我带着大家一起完成了评论模块的开发 那么呢,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回顾 我们是不是已经完成了登录模块,发体模块和评论模块了 在做开发之前,我们是不是已经分析过博客系统的主要三个 主要就是由这三个模块组成的 那么我们的博客系统的主要功能的开发其实已经告一段落了 那么今天我主要讲什么呢 今天我主要带着大家把博客系统中的一些功能进行完善 这样让它更好的构成多用户的博客系统 好的,那我们首先打开PV博客系统 我们先看看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同学们现在看右边这一列 我们是不是这个有个没人推荐啊 以前这一块的数据都是静态的 那么这次已经变成动态的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在页面里到底是哪一块呢 我们以前一直没有讲过 我们现在找到index.tpl 点开它 这个名人推荐就是这个 right 我们起名叫 我们把它起名叫做名人推荐 我们看一看这个模板具体干件什么事啊 肯定非常简单 这里就做了一个循环 循环输出这个力标签 也就是同学们看到的这个东西 然后呢 这里面有一个链接地址 这个地址我们一会儿来讲 先看看怎么实现这个的 那么它在index的页面上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看index action 顺着action找到index model 对不对同学们 那我们现在就看index model里面 是怎么取到这个数据的 我们找到index model 点开它 点开它往下看啊 这里有一个hot user hot user怎么来的呢 就是从到的user里面 掉了get user方法 我们看一下到user 这里掉了一个get user方法 这个方法很简单啊 它只是做了一个取数据库的一个操作 这里是怎么取的啊 按照创建时间倒序排序 然后limit5取前5条 现在我们这个用户系统里 只有两个用户 所以只取下两条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啊 我们这样倒序来取 是不是它是hot user呢 或者热门用户呢 其实这是不是的 但是呢 我们这里没有自己定义 这个热门用户的这个规则 同学们可以自己去定义 比如说根据发帖量 或者说是评论数 来定义这个hot user 老师这里就做了一个简单的取法 做了一个简单的取法 只是为了让同学们看到这个功能具体是怎么实现的 那我们把这个页面渲染出来啊 我们把这个数据也传到这个页面上渲染出来 渲染出来以后呢 我们为什么要加这个 这个都比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呢 那我们点击一下这个DNN看一下 我们发现这里到了一个页面 这里叫做blocklist 可能西星同学已经发现了 就是刚才老师说放着先不讲的那个页面 那个链接 我们看到这个链接点过来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DNN它发表的所有的博文 可以理解说是我们进到了DNN的这个空间里去 看它的所有博文 那么我们如果点black呢 我是black呢 点击一下以后 这是black的所有博文 这个时候呢 同学们可以注意啊 我这里是没有登录的啊 没有登录 也意思就是说 这个地方不需要任何登录操作 就可以进行浏览 是吧 同学们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逻辑是怎么实现的 我们找到blocklist 按照我们以前的找的方法 先找到它的action 我们找到它的action 这个action呢 干了一件事啊 就干了一件事 get result 还有渲染模板 那我们再接着看它的model 找到model blocklist model 这个model 里面 先看这个checkparis 这个checkparis呢 首先是干什么事情啊 先检测分页是吧 如果没有 给一个默认值 然后检测UZID 为什么要检测UZID呢 就是说如果不传UZID 我们怎么知道 它要去哪个用户的空间 或者是它的博文列表页呢 对吧 如果为空的话 我们将报一个异常 这个异常 这就是我们这个地方 对参数处理的一种逻辑 就是有错误的话 我们抛异常 好 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个参数处理完 参数检测完以后 到逻辑这一层 我们去取getUZer block byUZID 这个同学能理解吧 就是根据UZID 去取它的所有博文 然后呢 进行分页 然后呢 把它整理一下 整理成一个我们合理的输出 那我同学来看 我记得以前我们所有的整理 都可能是在这里写一个方法 比如叫做public 然后function 然后format list 是吧 对就是以前叫format list 老师这里把它改造了一下 改造到哪里呢 改造到tooth里头 tooth里面做了一个format block list 这样一个方法 这样的话 所有的博客列表的数据整理 都放在这个方法里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方法吧 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说 我们不需要再重复去写了 对吧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修改方法就可以了 是吧 同学们可能看着很眼熟 是不是 这就是我们 以前每个类表现都会写的一个format block list 的这一个方法 我现在把它放到tooth这里面 很简单 很简单 这里包含了一些类 这些类呢 都在这里引入进来了 好 我们接着回到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啊 把它整理出来 然后把它传到action里去 然后把block info也传到action里去 然后渲染页面 DNN的博文比较少啊 我们看起来效果不是特别好 那我们现在把它放到 切换到这个 我是black这个账号里来 我们看到这里的数据就非常多了啊 我们把所有的black发的博文 全部取出来 并且进行了分页 那么这里有一个写博文这个按钮啊 这个按钮本身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那就证明我们这个页面有一点点问题 我们的写博文这个按钮 应该放在我是博客的 我的博客那个列表页里去 现在我们把这个写博文按钮干掉 我们找到block list的这个模板 在这找到它 我们找到那个按钮 这个按钮是不是在这 我们把它干掉 干掉以后我们看一下 好现在页面就非常好看了啊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条线也干掉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这条线也干掉吧 这样会好看一些 抓紧一下 好 这个时候页面就很好看了啊 同学们这里啊 就是说我们做了一个这个block list的这个页面啊 我们很有效的实现了多用户的系统啊 你比如说现在这里啊 只有只有几个用户 只有比如说只有五个 就多说只有五个 我们只能看到这五个 那这里呢 这边不一样啊 这边是把最新的博文全部取出来了 对不对 最新的博文 比如说我对DNN或者对我是black 比如说现在我对DNN非常感兴趣吧 哎呀这个人写的博文很好看啊 我看完以后还在看他的 那就是一个作者 我点击进来 就会到他列表页里来 是吧 点我是black 也会到他列表页里来 这样呢 我们就能看到一个用户的所有博文 就跟微博 现在跟微博一样 是不是啊 我想看一个用户的所有微博 我们点击他进去 就会看到他所有的微博 对吧 是吧 同学们 这样的话 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多用户的一个博客系统 当然呢 这个多用户的博客系统 我们做的很简陋啊 很多功能实现的 也不是特别完美 但是呢 这已经达到了我们 对这个php这个语言的一个练习 和一个熟悉他工作过程中的一个 一个作用吧 同学们老师带着同学们去讲的 这一些代码和开发流程 就是工作中的一个开发流程 这套模式 这套开发的这套模式啊 这套类似于框架的这个结构 在很多公司都是都是很流行的 或者说很多公司都是采用这套流 这套这套东西来开发的 也就是万变不离其中啊 怎么变来变去都是这套东西 同学们可以很好地去理解一下 这里面的所有的一些理念和一些巧妙的地方吧 这以后对同学们工作中 有很大的帮助啊 就是可能上手起来会非常的方便 好的 那么这一期啊 多用户的博客系统 我们就讲完了